消息或民眾報案到場救援 聽到男子不斷呼救 但因為大門打不開 消防隊只好破門進去 這些男子全神癱瘓 躺在床上沒辦法動 他著急的要消防隊員 先去看他的太太 癱瘓男子著急到都哽咽了 趕緊問消防隊員 太太還有沒有在呼吸 因為太太在晚上11點多 洗完澡之後 突然身體不舒服 倒在床上 任憑男子怎麼呼喊 太太都沒有回應 他想爬到太太的身邊 但又沒辦法 加上手機不在身邊 無法打電話求救 只能呼喊 直到凌晨3點多 鄰居起床上廁所 聽到呼救聲 才幫忙報警 好在癱瘓男子的太太 送醫之後平安沒事 根據了解 男子的太太 瞳孔呈現不等的大小 疑似小中風 還好男子不間斷地呼救 挽救了妻子一命 而警方擔心身體不便的男子 一個人在家難以治理 還貼心地幫忙倒水 也通知男子的子女回家照顧 溫馨舉動也讓男子感動萬分 平平致謝